明天的台語 明天的電視 就像小螺 親愛的朋友 大家 保安 保安 歡迎大家 在春天的第一天 第一次三月一號 春寒廖叫 是有點寒冷 但我們室內是這麼溫暖 很高興大家來到 臺北文學記的 東亞文學 城市文化論壇的第一場 其實也是整個我們文學季的第一場 所以很感謝大家 第一天 第一場的參與 我們今天很高興 整個臺北文學季 是在今天算是正式啟動 有今天大家熱情的參與 我相信下面的也都是 我們這個城市論壇是有的一場 今天是從首爾看臺北 有石小峰老師 還有三位組合在這一門優秀的老師 待會就把我們的主持交給石小峰老師 我們這個論壇有五場 還有包括文學閱讀的講座有十一場 在4月1號在中山堂的講座 是一個臺北出版集體文學手工時代的展覽 也有三場 所以總共十九場的講座 大家也可以像今天現場報名 還是有很多人可以參與 我想我們一起用文學的心 用愉快的心 用春天的感覺 一起來迎接臺北文學季 那待會會後 我們會為了感謝大家 我們也有五個抽獎名額 所以大家不要離開 送我們這次文學季的紀念品 是一個很漂亮的手工的書衣 會展示一下 你手工的書衣 那應該把那個書弄起來 所以我相信 有五個幸運的觀眾朋友可以參加 所以我們一起用熱烈的掌聲來歡迎 幫我們拍攝 謝謝 中總編 台上的三位講者 還有今天到場 來參與這場活動的所有嘉賓 以及辛苦的工作人員 大家好 我就坐下一張好了 那很高興 因為其實我是昨天才突然發現 今天這場對談是2015年台北文書記的第一場 所以我真是非常的誠惶誠恐 像應該要有一個好的開始 那剛才郭總統也提到了 這個東亞文學文化城市論壇 這一系列的講座 從首爾開始 然後接下來還會有東京的部分 上海的部分 香港的部分 以及馬來西亞的部分 那大概是主辦大會很用心地去規劃 這樣無常的一個活動 我想這個活動 這個系列講座的用心 當然是希望從一個台北 跟另外一個城市 跟東亞另外一個城市的交流裡面 去共享一些文學的記憶 或者是去琢磨 去交流一些文化的一些所謂的記憶 那這個我也很期待是非常具有人文性質的一場 一場對談 那其實我自己不是一個非常恰當的主持人選 這個當初主辦單位找我 可能是因為我前幾年曾經在 因緣際會 曾經在喊去首爾 以那個交換教授名義去首爾住了一年 那那一年因為生活太無聊了 所以就不小心寫了一本散文集出來 就是談首爾的 可是我也跟主辦單位談過 那個時間已經過去了很多年了 可能我現在對首爾的記憶是非常模糊 而且也不是非常到位的 那後來我覺得還是可以來參與這場講座的原因 是因為這邊三位講者的陣容實在是太堅強了 那我們之前有交流過一些 就是大概大致要討論的議題 我自己都對他 各自幾位講者要談的議題充滿了興趣 所以今天的焦點就要還是放在 台上的三位講者身上 那剛才我們稍微商量了一下 也許就從崔莫順老師開始 但是我先介紹一下 在台上的三位講者 那崔莫順老師是 韓籍的東亞文學的一位研究者 他現在在政大條文所 那個小書 然後他個人的一個研究領域 是台灣和東亞國家的現代表 大概前兩年他才出過一本 《海盜與半島日據台韓文學的比較》 這個是他的一個學術專著 那這是等一下要談的這個 崔莫順老師今天可能要跟我們談一下 文學作品裡面的首爾 所以他會跟我們介紹很多 那個韓國作家的一些小學 一些文學作品 那這個我們非常期待 然後接下來第二位講者是 那個金上浩老師 金老師是剛剛從台中 封城湖湖的趕過來 他現在在修品科大教書 那金老師是首爾人嘛 是不是 那好像從1988年來台灣 就一直在這裡工作跟生活 那金老師雖然做的是現代師的研究 但是他也好像也翻譯了很多 多漢啊 多漢啊 十七文 哦 十七文 就是翻譯的著作非常非常多 那等一下他可能會跟我們談一談那個出版業的一個問題 那接下來的第三位講者是鄭比彭 鄭老師 鄭老師呢 他他目前在進一大學 還有在這個公海大學教書 然後是我們很多電影節的一個特展人 新北市電影節 或是高雄電影節 然後那個 那個 李佑英武班淳老師是不是 他盛戰林是佛學多文的一位學者 那他今天帶來一題更好玩的 然後他跟我們談一談那個很久的韓國的一個影視文化 而且我注意到他要談 他要談他等一下要丟出來的這些作品 其實都是非常新的作品 那所以今天我們整個進行的方式 大致上來說可能每位講者會先有15分鐘的時間 大概先跟在場各位朋友們做一個介紹 做一個導演 那一文介紹完之後 我們會有進一步的交流 最後在開放現場的各位嘉賓們 可以跟台上的講者們提問 或者說進行一些經驗的切磋 經驗的交流 這是我們整個活動的流程 然後我已經講太多了 那我們現在就是依序 我現在可以把時間交給崔莫順老師 大家是不是鼓掌 歡迎一下崔老師 我身為韓國人在台北推談有機會談索爾 覺得格外的有感觸 那剛才是老師已經有談到 我是負責的部分是介紹 韓國文學當中的索爾這個城市 我相信因為雖然在台灣已經出版了一些韓國文學中 但是各位很可能是不是很熟悉 所以或許我講的時候 沒有特別談到 中家怎麼講大概的一個 所謂這個城市在韓國文學裡面怎麼背課 大概講一些小說的時候也或許介紹內容 大概就很放心 因為第一場 而且是第一次的法演 所以我不得不介紹一下索爾這個城市 相信各位很多在場的朋友 都應該去過韓國玩嗎 韓國是非常近 所以搭飛機大概不到三個小時 兩個小時多就可以下飛機 然後因為很近嘛 所以也現在很多飛機都起飛 所以也不是旅配來講也是不勝負 比起東西貼了很多 所以是聽說最近 臺灣的交流是非常多 那最近我不知道臺灣旅客到韓國的情況 但最近聽到的是韓國旅客來臺灣遊玩的 是非常多 所以如果是像那個旺季 像寒假 就是那個暑假期間 如果要去韓國好 那不容易的樣子 我也是常常有那個學會的事情去韓國 我就說畫一條就是氣味難點 這樣 所以應該是臺灣的交流是越來越平凡 那回到我自己的主題 剛才我有說先介紹索爾這個城市 那索爾是大概2000年以上歷史的一個古都 那索爾如果從歷史開始講起的話 是現在我們知道索爾的一個叫 顏世洞這個地方是一個新時期的遺跡 所以這樣從那邊開始算的話 時間更遠 形成這個地方的歷史是非常悠久 那在歷史上面出現索爾的一個索爾是百紀時期 這是韓國的歷史如果歸首性的話 就古代國家三國時期 就是新羅高紀律百紀 那個百紀時期 就是西元前18年的時候 就百紀成立建國 那他的這個首都呢 是在索爾現在索爾的江南地區 以江南西來的江南地區 在那邊定 所以在維持的 最後維持的500年 這94來93年 大概是這樣的時間 是一直扮演這個百紀的形象中心 那之後進入高紀時期 高紀時期的時候 然後索爾是整個高麗 高麗是三國時期 新羅統一之後 再次王朝更換 那高麗時期 索爾是變成整個 好像現在的韓半島的 山京當中的一個叫做南京 那西邊的平壤跟東邊的慶州 是西京 東京跟南京 所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城市 那再來是朝鮮王朝 朝鮮王朝是1392年 就14世紀末期成立的 那朝鮮王朝成立之後 第二第三年就是1394年的時候 就當時的李氏朝鮮的太祖呢 是把這個首都搬到索爾來的 那裡面有很多故事 如果各位看韓國的這個古裝劇的話 應該也知道一二張 那搬到索爾之後 然後當這個行政首都 是將近五百年以上 到現在之後 這個進入到1910年 索明地時期 索明地時期的時候 索爾是就降格了 叫做金城 那當時不叫索爾 那朝鮮時期 索都的時候叫做漢陽 那索爾的名稱是非常多 那之前也叫做揚州 南京 到索爾 到那個漢陽 漢城 各位你們比較熟悉漢城 到這個 索明地時期叫金城 然後再來是 就是光復後 叫定為首尾這樣 那首尾這個單字 本來在韓文裡面 是一個首都的意思 所以並不是 並不是指一個 特定地方的名稱 而是一個首都的意思 不過 光復之後 就要定首尾這個地區的名稱的時候 因為原本有漢陽名稱 然後又漢城的名稱 好 那可是一般人都叫首尾 所以 命名為首尾是 應該是在 那個北軍政時期 就1945到1948年 那三年的北軍政時期 可能是 一方面可以否定 就是 封建住以前近現代的那個漢陽 然後另外一方面 也可以否定那個 日本情形的 所以 而且比較 西方人來講 比較容易發揮 首尾就變成 現在可以知道的那個首尾 那首尾這個 中文的名稱呢 是 其實是很晚定 以前就叫漢城 那 定首尾是2005年 這個民國尔 就是上任的那個 中文時期 改定 他認為是 世界所有城市 都叫原本那個當地的 英來發的 唯有這個 應該不是唯有華州 而東京 東京這集也是 那 說 是 教 我們 大家都叫首尾 可是 中國人 特別是中國人 叫漢城市 好像是不大隊 所以就把它改成首尾這樣 那首尾這個 兩個字呢 是 就是 一方面可以 就 韓文的首尾 非常類似 另外一方面 首嘛 首都的首 也是那個 不管是聲音 或者意義上面 都是非常強大 這樣 就當時 是討論很久之後 定出這個 中文名稱 那 我覺得 那個 命名法是 應該是針對中國大陸 就是 臺灣 這樣 好 那 首尾的 現在那個 行政範圍非常大 但我們這樣 有大首尾頂區 這樣 人口也是非常多 已經一千多萬年了 所以整個南韓人口的四分之一 集中在首尾裡面 變成一個非常大的城市 這樣 國際性的 應該是十大城市裡面 是非常大的 那首尾的特色呢 一句話來講 就是應該歷史 就悠久的歷史 眾多的人口 還有 還有不只是行政中心 行政政治的中心 還有經濟 學術文化 科技 這些所有的 韓國的中心 所以 韓國人自己叫 特別是 不是首尾的人 叫做 韓國不是 大民國 或是叫 民主共和國 而是叫 首尔共和國 這樣 這樣 所有資源 都是集中在首尔 這樣 所以我們知道首尔的歷史 首尔怎麼在文學被刻畫 等於說 也知道 韓國的歷史 大概有這樣的一些 那 就進入到這個 時間 資料部 勾 文學上面的首尔 因為有剛才講的 這樣的一個歷史的背景 所以在從古典文學裡面 已經開始刻畫了首尔這樣 那朝鮮時期就作為首都 是開始發展起來 所以一開始的就出現 首尔這個地方 在文學上面的出現是應該是朝鮮時期最多 那朝鮮早期的時候 前期的時候都是因為把首都抵到首尔這個地方 當時叫漢陽這個地方 所以是世代部階層 是新的這個李氏王朝的 庚哲李氏王朝的那些文人 世代部階層就開始讚揚 就是讚美首尔的風水 山水 這些跟什麼新都歌 新都勇 這種是斯文是非常多的 那這些是大概十四世紀 到十五世紀 那到十六 十七世紀的時候 開始是首尔發展起來 然後所謂的貧富差距 就是地區差距也出現 所以在世代部的文章裡面 也有出現這一些 那閃文文學什麼 以前的那種像英英傳 類似那種傳的文學裡面 就是小說的文學裡面 也是出現首尔 那到十八世紀 因為韓國是十七世紀的時候 非常重要的一個兩個人 經歷過戰爭 一個是跟國寇 現在日本是叫任成混亂 另外一個是跟中國的北方民主黨 所以是蒙古主黨 這經過十七世紀兩次的大亂之後 首尔人口是減少了很多 然後又很快的 十八世紀就發展回非常 是人口眾多 當時就三十萬以上的 一個非常大的嘗試 然後商業也是開始發展 所以十八世紀 一個韓國古典文學裡面的首尔 幾乎都是這種那個市場 很多四大市場 或者那個市 產業都集中的 那種庶民的那種生活 在文學作品裡面出現著 那在強調首尔的話 在西方人語言中也是一個 像特別是法國 法國是在西方可以說一個中央集權 代表性的國家 那所謂 韓國也是中央集權國家 從不代開始現在 所以是中央集權國家 基本上都是以首都為發展 那巴黎也是 不只是一個行政文中心 那首尔也是同樣的一個位置 所以 不知道我的都市學家 或者地理學家 有說有一個叫一個名詞 叫Solarization 就是首尔化 首尔形這樣的一個單字 是比較負面的一個巨大的都市 發展之後的一些負面的 譬如說環境污染 沒有資訊 被迫害 自然被迫害這些都 大都市發展的一個負面影響 非常負面的一個影響當中 一種叫做首尔形 有這樣的一個名 那也有一個地理學家說 首尔是一句話來刻畫的話 是公立共和國這樣 那首尔的公立 是各位可能超過各位想像 但是可能是在韓劇裡面 或許出現也說不定 就是非常大的規模 是一排表完全沒有個性的 那種一個大規模的大面積的那種 過密是非常多 那基本上光復之後的 就是進入到現代之後的首尔 是所有資源集中 然後以集中開發 開發之上主義當道的那樣的事情 所以溫學基本上也同時刻畫 開發當中被游臨的 或者從鄉下進入到首尔 討生活的人們的故事 或者找不到房子 房價也是非常的高 那房子沒有找到房子的 那種人的一些故事是非常多 還有經歷過韓國的整個歷史 現代史是民主化運動 反政府抗爭 或是經歷過戰爭 那這些之後的那種抵抗 反抗的那種人的面貌 也是在文學作品裡面 大量渴望的 所以基本上 因為所謂的大規模 都是佔據了韓國文學的舞台 那非常多的屬不清的作品 不過我們在特別講文學當中的所謂的時候 應該是有幾個面向來講才對 所以我覺得是大概剛才講的一樣 一個是開發當中 或者經歷過子民還有戰爭 這種悲劇之後 留下來為了生存而搏斷的那些人的故事 另外一個是像居住問題是非常的嚴重 也就是在那個時候 非常嚴重的一個問題到現在為止 所以居住問題圍繞著這個問題 而圍繞一些小市民的故事也是蠻多的 再來是民主化過程當中 一個抵抗的面貌也是非常多 所以大概這三個面向可以討論這樣 那具體的講這個有關所謂的話 也分成詩跟小說 那詩是比較不容易看得出來 但是詩裡面我們做很明白的看到 所謂的哪一個地區哪一個時期 哪些人們他們的這些感受 大概20年代到90年代來看 是像哥哥可能非常不熟悉 瑞劇時期一個主義詩人叫林合 是一個普羅文學的理論家 非常重要的理論家 戰後就光復之後他去北韓 那林合這個人他當時寫一個 十字路口的順底這樣的一個詩 因為他是一個主義文人 然後他的詩是故事性非常強 這個詩裡面是一個勞動的年輕人 他的妹妹叫順 順這個是常常用的 我的名字裡面也有 但這個是很普遍的一個女性的名字 那這個女孩子是工廠勞工的 然後他的男朋友也是工廠 那男朋友好像是罷工這些事情被連累 就現在找不到人 那他哥哥的立場看那個妹妹的情人 妹妹的一個男朋友的效果 然後一起擔心大概是這樣的內容 那一方面是30年代 在殖民地時期的這個韓國勞動問題的狀況 透過這篇詩裡面看得出來 還有叫做金光君的一個長谷船丁 在這個地方下的雪這樣的一首詩 那這個地方呢是丁啊 就是以前的行政那個單位 像西門町一樣是被遇到時期的一個名稱 那長谷船是第二代朝鮮總督 就是他的名字來命名的 現在的一個所謂的一個地方 那這個人是馬倫斯 就是現代主義者 所以他的詩裡面就異國的 就已經發展起來的首尾 就那種檸紅燈啊那些的首尾已經出現 那非常異國然後有一點陌生感 可是呢因為下棋與雪來 雪是從以前不帶到現在是一個樣子 所以下棋雪在看著雪 然後他就回想以前 就懷念近代化以前的首尾 大概是那樣的內容 那這種小說非常多 基本上來講日據時期 詩裡面刻畫出來的小說 那個首尾基本上是一個 紙面地度是索爾金城的那個樣貌 那像台北一樣 台北也是古城茅谷 不像台南那麼的久 但是也是古城又台北城城牆的 那進入到歷史時期的時候 城牆被拆除然後又發展為現代城市 像西門甸這個地方是歷史已經發展起來 那之前是一個萬化的地區 所以是二元的一個都市 收入也是一樣的 民洞 各位應該是去過民洞 或者南山這個地區 是日本人進來之後開發的一個新的 一個新興地區 那原本的現在晴夫宮這些光化門 還有中墓這些地方就是以前 就是朝鮮時期已經發展起來了這樣 那這些不同的一個城市不同面貌 基本上是日據時期的小說跟詩裡面出現的 一個是歐爾的樣貌 那小說來講也是非常多 其中特別要講的是三寧年代的 這就是新興地區小說裡面的一個 叫蒲太遠也是一個現代主義者 他寫兩篇非常重要的一個是 叫川邊風景 那個川是清溪川 清溪川已經重新整理 那旁邊就可以散步的地方 所以在都市都心當中一個 可以市民自由地去散步遊玩的一個地方 現在已經變成那樣 那清溪川是把整個索爾分成兩篇 一個是江北 一個是江南 那清溪川的川邊風景就講 清溪川這個附近的人們 那有些是還沒進入到近代 就是還是弓箭的那種樣貌 所以近代跟前近代 也是混雜在一起的那個樣貌 不太遠是一個好像早的樹苗一樣 去每一個家庭作為一個單位 來寫一個像類似連著一個長篇小說 這樣都是不同家庭的這種方式來寫的一個故事 那另外還有一篇叫做小說家邱福士的一天 有這樣的小說 這個小說是30年代不太遠寫出來以外 還有60年代也有非常重要的文人叫崔仁區 也是同樣同名的小說寫過 那90年代又一個韓國小說家也同名寫了一個 三個三本的小說家邱福士的一天這樣的一個故事 那主要內容30年代那個故事呢 是基本上這個裡面的主角是小說家 那很有可能指的是作家本身 那殖民地時期知識分子 特別是當地就是朝鮮的知識分子 韓國知識分子 或者當時台灣的知識分子也是一樣 雖然去東京念書回來所以基本上是找不到工作 能夠找不到工作是日本人底下的工作 所以他學過的學識或他的報復來講 那個工作是沒有辦法滿足的 所以很多都是非常無力的努力的 那整個安全上市內容狀態之下 自主也是自主性的確保的狀況底下 非常無力 然後又找不到沒有希望的那種生活 所以這個故事呢是這個韓國小說家呢 是早上出門之後一整天就繞著手兒 一直走路這樣子 就是都市流浪者或者散步的一個男性作家 通常這種提材的小說都是講到每一個地區的 因為跟著那個街頭走 所以每一個地區的那個風景都是寫出來的 所以30年代 所謂的叫做考現學 不是考古學 考現代 考強現代 所謂的樣貌是一個一個 就一天他走過的那個路 跟著那個路是刻畫所謂的樣貌 物質樣貌以及人們的生活 以及這個小說家的感受 就是這篇小說也是代表性的一個所謂的 那這些以外也是非常多的 時間已經到了 所以如果還有幾乎你私底下有再時間的話 我們再給各位介紹 謝謝 謝謝崔老師 他一開始就非常有層次的 幫我們做了一個很深入的導演 那我在聽的過程當中 深層感受到那個15分鐘對崔老師來講 實在是太殘酷的時間閒置了 他要講的東西大概一學期都談不完 那剛才崔老師他從那個 首爾的命名的流變啊 課次的重要性 然後開始去談到文學這個部分 文學裡面的首爾 但他從朝鮮時期談 談到季代 談到現代 談到1930年代而已嘛 然後還沒有進入到這個當代的部分 不過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還有那個第二輪嘛 那因為我也其實我想 我想因為去年好像震霸 臺灣所非常用心的辦了一個研討會 是台韓日比作家跨國研討會 然後那場研討會他提出來一個主題就是 女性正在改變亞洲 不是亞洲女性正在改變 那我就是因為我有課 我沒有辦法去參與那場會議啦 但是我寧願有看到一個 就是有一個所謂的比較 比方裡面有提到說 韓國現在就是比較當代的作家 1963年出生的那個申心鼠啊 那好像他的作品 跟我們臺灣的小說家朱偉珍 有某一些共同之處 那因為韓國小說我看的不多 但是申心鼠我曾經看過 他一個很短的短篇叫做風 好像是風情響起的地方 那篇他是用一個書信體的方式寫 然後有一個女孩子 他要跟一個有婦之夫私奔之前 他寫的一些新多底層 那最後因為一些道德的考量 還是什麼的 最後他在最後一刻就放棄了 本來已經規劃還要私奔了 最後一個放棄了 然後整個這個清潔清潔 都是用書信體來寫 那我那個時候其實我就立刻想到說 蘇維珍的成名作 能夠陪他一段 就是我不曉得就是說 這樣子的一種比較適不適合 還有像那個金人署 好像會跟臺灣的蔡淑芬做一個對比 所以我想說如果一會兒第二輪 那個崔老師如果有實騙的話 不能稍微跟我們提一下 就是韓國跟臺灣作家之間 他們的一些共同性或是差異性的一個比較 那或者說崔老師還有其他要繼續談的部分 反正人家是很自由的 我只是隨便拋一點問題 不要再在意 好 那我們現在可能就先請金上浩老師 談一下大家相對比較陌生的坡中書城 因為我也不知道這樣子一個 號稱是最大的出版的一個生產區 一個出版區 那我們鼓掌歡迎一下金上浩老師 大家午安 來出次了 兩位老師 大家午安 是這樣 就是 我自己28歲之前 這個在索爾出生長大 28歲的時候剛好來臺灣流血 然後到明年的話剛好 就是也是來臺灣28年 所以一半 所以人生這一半在索爾 另外一半在臺灣 這樣子 我也不曉得我的命怎麼會變成這樣子 然後 我們學校的副校長一直跟我講說 要規劃臺灣 但是 我不是很喜歡韓國 但是這個是我的祖國 我沒辦法放棄 所以我還是韓國籍 所以這個 因為我當然我有永久 機有錢 所以就 這一邊可以住臺灣是沒有錯 但是我經常會說 我已經過年了 因為我父親是今年87歲 我母親過世 所以幾乎每年 寒食掉都回去 看老人家 我孕兒也還在 看老人家 就這樣 有時候 班研討會 就經常去 這樣子 很近嘛 反正坐飛機 這個 幫助課以後 他們提供給我們 吃晚餐 吃餐之後 上個洗手間 然後閉個眼睛就到了 這樣子 兩個小時 差不多就很快 這樣子 然後剛剛崔老爺的幾步 就是南買這個機票 這個部分 我更告訴各位 很密切 上公園以前訂的話 差不多便宜三四千塊 蛟鳥嘛 蛟鳥 對不對 現在那個高鐵票也是 好像有蛟鳥 什麼都有蛟鳥 對不對 二利波子嘛 對不對 所以如果早一點就拿 就比較便宜 這樣 那我剛剛呢就是 請政治主辦單內 這麼講說 要談到所有人 台北的事情 其實談什麼都可以 但是 主辦單內好像 那個 我那裡面有提到說 那個 韓國 破州 上國際的破 破州這個訴訟的 這個部分 在台灣很少人談 所以我就看到這個 內容 我還是要談一下 或者這個訴訟的部分 提供給各位參考 這個破州這個地方 會在那個韓國 首爾周衛斯經濟大 等於是台北縣 簡單講的話 南北縣這樣的地方 這個地方 一首爾是剛好是一千三百萬人口 然後那個報告 經濟大的話 差不多兩千三四百萬 台灣的人口 就在那個 集中在那個地方 這樣子 所以那個破州這個地方 是以首爾 差不多 兩千四百萬 差不多三十八公里 差不多四十分鐘左右 就到了 所以以前的話 那個地方 差不多一九八年 九六年 這個時候 就開始動土的時候 很多人 因為 為什麼 其中在那個地方 都開營這種訴訟呢 很多人 因為 當時 韓國社會 韓國跟台灣 一般年的歷史 是很相似的 因為台灣的話 1895年 法官條例之後 到1995年 對不對 五十年的時間 被日本人民同治 韓國的話 1910年開始 到1936年的時間 被日本人民同治 韓國的話 然後 這個戰後 1945年以後 韓國的話 韓將 1950年 對不對 韓將 比如說 這個 可以說是一個 獨裁政權 什麼 經歷過這樣的 所以 這個 當然 大家都知道 六年代 七年代 八十年到八月代 這段時間 經常出現 所謂的政治 政治 這個小說 政治司法 什麼的批判 這個部分的話 大家都很熟悉 我這個 一個題外話 就是說 有一次 我跟日文士人 寫鳥的時候 他跟我講說 因為他知道 我是韓國人 但是我就在台灣 所以他跟我講說 我非常羨慕 你們韓國跟台灣的文學家 我說 你為什麼羨慕我們 他說 因為你們韓國跟台灣 有很多題材可以寫 我說什麼題材 因為你們經歷過很多 政治時間 很多問題 因為中國的話 沒有這種事情 對不對 他們的話 就是生活上的書 情的詩 什麼的 但是韓國跟台灣很多 這樣子 就非常羨慕你們 我聽到之後 非常難過 所以我跟他講說 其實我們 他寫詩的 不寫這個母文章 沒關係 像你們一樣 國家和平安定 就是最好的 對不對 我跟他這樣講而已 這個是過七年 前進帝國的時期 所以這個 鋪的這個地方 是佔地是 158萬坪公尺 很大的 目前好像 進駐的出版社 600多家 這個是全世界最大的 一個區塊地板 然後現在 設計造紙 印刷 出版流通等等 因為以前 韓國的出版社 都是在全國各地 一個小型的出版社 所以他當時 這個造地很認真 因為我們這個過期 經歷了這個日記時代 還有這個韓戰 然後忙碌的接受 美國的文化 然後這個主才爭權 經歷過這樣的過程當中 然後這個很多人 從鄉下到讀書 六年代、七年代 所以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上次了什麼 人間的這種 我們人類的那種 人間味 就這種感覺 所以呢 他覺得這樣的話 而且 他發現的是 我們住室裡面的很多建築物 也是亂七八糟 照通也是亂七八糟 設計的 櫃化的都是亂七八糟 對不對 他發現是這樣的 所以如果說 這個我們的樹層 這個樹層 集中在一個地方 然後櫃化 他說櫃化之前 不只是 這個櫃化 樹層而已 他的概念就是說 我們跟建築師一起合作 所以呢 我們住在這裡 或者是這邊上班 我們很舒適的環境 裡面上班 他有這種概念 所以這個部分呢 他跟政府 剛剛開設之後 政府當局的總統是金融山 跟他講過 跟他們這些人 但是剛剛開設的時候 半年他們的想法 是沒有講的 但是太體質 一直堅持 最後金融山說 因為這個是 比索爾上十八公里的地方 然後北漢的那個 這個 板門店那個 他們樹層跟板門店 是差不多十公里而已 差不多二十分鐘 很近北漢的地方 等於是很近的 對不對 但是呢 當時的總統金融山 是代言說 那邊有很多軍事的軍力 對不對 你們一起合作 是這樣的情況 剛開始的時候是這樣的 然後 後來呢 這個 等於是 一九九四年的時候 金融戰他就 打贏了 然後 當然這個時候呢 韓國的官僚機器 也是很複雜的 對不對 所以當時 這個十八年他們 十八年的過程當中呢 他們二十五個建設部部長 十五個文化部部長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他們的進展啊 有時候 這個比倒一些困難的事情 但是他們就一直一直建設 這樣子 然後呢 剛剛我講的 就是建築一樣 等於是說 做一本書一樣 就從概念來 蓋那個素材 跟建築師合作一起 所以那個地方 我去的時候 就好像不是韓國的 過去的那種感覺啊 他們蓋一個 每一種大的話 都是有概念性的感 都有這個美俗的那種感覺 就這樣子吧 那麼 所以這個 那邊呢 剛剛有講過 然後他們 這個規劃的是 出版成文化基金會 什麼之類的 那這個出版規劃 所以也是蠻大的 然後他們也都是這樣的 另外一個是 因為韓國的出版業啊 一個國際的舞台商來講的話 對我不是很大 也蠻小的 所以他們認為 我們的力量集中在一起的話 可以跟國際舞台 跟別的國家的出版業競爭嘛 所以這個部分呢 後來真的是這個集中去啊 以後 真的有競爭力了 所以後來呢 當時都透過研討會 作堂會啊 什麼這個很多 這個台灣的很多 這個出版業者 也經常參加那裡 這個那個 作堂會啊 什麼研討會之類的 然後 他們也希望說 因為這個地方是 離北漢很近的 對不對 因為 國時間的話 人類很遲早會同意的 但是不要現在 不要現在 但是遲早會同意的 那個統一之後呢 因為這個地方也剛好是 離北漢很近 所以 目前的話 他們這個 這個招職啊 或者是這個 張錠的部分呢 都是 拜託和中國大 因為中國大 那個 員工費用很便宜嘛 目前是在那裡 但是有個難隊很同意的話 他們打算說 在北漢再一個 蓋一個樹橋 然後北漢的人力啊 他們比較平 他們開出的地比較低 這樣的話 可以這個 用很多人 他們有規劃 什麼都有規劃 以後的事情 未來 時間以後的事情 都有已經規劃好了 這樣子 然後 這個地方呢 當然這個 流通啊 印刷、裝飾、設計什麼 什麼都有啊 編輯、企劃、文字、工作等等 都是取機一場的 然後 這個地方呢 還有一些 這個 譬如說 這個健康食料中心啊 這個電影院啊 還有一些 我這個 注意看的是 他們還有一些飯店 但是這個飯店呢 很有特色啊 一般的飯店裡面 都有電視啊 但是他們的飯店裡面 沒有電視 沒有電視 故意沒有電視 因為這個行程啊 那個飯店裡面呢 慶祝飯店裡面 就是扣 那裡有些 很多書 那服書啊 什麼書都有啊 反結上 讓我們很舒服啊 對不對 然後呢 他們這個房間裡面 哪一些 這個 好像是 西方那個 服書 或者那種 喇叭書的那個 什麼 音箱 音箱嘛 聽音樂 然後他們睡覺 不舒服 他們已經不宜這樣的設議了 所以各位呢 如果說有機會 到那裡 差不多 那房間 都不晚上 這個好像是 三四千塊而已 他的 站在那個吧 對不對 這樣講 好 順便站起來 然後他們呢 希望說啊 這邊是 還有 因為當時好像 的訴訟成立這個建立之後 政府啊 發現 那這樣的話 我們這邊呢 因為剛好 這個是被很多人 引起瞩目的時候 不斷是成功了以後啊 這個訴訟成功之後 那發現說啊 那這樣的話 換邊呢 比如說 韓國那個 英語寵 英文的 英語寵啊 英語寵是這個 比如說 一些小孩子啊 兩個月單 集中在那裡 這個寵裡面呢 不能說韓文 都要講英文啊 那這裡都在那個地方 這個附近啊 然後 這個韓流 韓流屋啊 不是說那個 好萊塢啊 像韓流屋 也是在這個附近啊 所以這個 很多這個地樣啊 藝術 還有一個藝術村 什麼之類的啊 集中在一起 所以這邊 這個 比如說出版 當然出版之外啊 藝術 電影 娛樂 觀光等等啊 大眾文化特色的產業啊 都集中在一起啊 是這樣的一個地方啊 然後這邊啊 當然這邊還有很多事情 要這樣 那目前這邊啊 這個 可以說是 時間打完 還有活動啊 對 我要主持 對 所以呢 這個這邊還有一些 透過產業啊 群聚啊 擴大創新的這個效益 還有上個關鍵的因素 譬如說 譬如說 政府上一般政治啊 法規的指示啊 然後群聚內企業的互動 以這個 連結及群聚內企業啊 渾身具備的 專業能力啊 什麼的啊 什麼的啊 然後呢 透過這個 生產與消費的 複合式的功能啊 提升群聚啊 經營效力呢 他們的這個 另外一個目的呢 在這樣的一個部分啊 因為剛好這個是 剛這個長過就是說 呃 以北韓很近的一個地方 所以很多人認為 這個不是說很危險嗎 不是啊 因為我是覺得啊 有時候我們看台灣的新聞啊 北韓呢 霸射什麼衛彈什麼之類的啊 韓國很會發生戰爭啊 這個是我習慣啦 從小就習慣啊 從小就北韓怎麼樣怎麼樣 我們剛開始的時候 有一點緊張 但是 後來就他們是習慣性的這個動作嘛 這我們也是 這是平常心看待 所以這個 譬如說 他們真的要跟我們打仗啊 那我們沒關係啦 我們會跟你們打仗啊 就這樣 就這樣的心態 我們就不怕 不怕 我也是這樣 他才有一天問我說 如果說有一天戰爭的話 你要怎麼辦 那回去嘛 他說你給我們回去 我們會死掉 沒關係啦 死掉回事嘛 死掉回事嘛 對 我會這樣 因為 因為我父親是18歲的時候 從北韓過來的啊 從18歲 1918年的時候啊 我父親從18歲 當時我父親在北韓的那個 平郎中和大學 現在的金人中大學 比如這個文學部的一年級的時候 他從這個 北韓到南韓來 因為為什麼呢 後來我父親跟我講說 他跟我講過很多次啊 他說 因為這個北韓啊 他本來叫做文學 但是他們當時啊 不照他們這個文學 就說 有時候有說這個 這個共產黨的什麼理論啊 勞動法什麼 反正怪怪的這種東西啊 所以就學不到文學的東西 所以我父親就 他是家裡的一個 最大的一個人子嘛 但是他留一封信 他先跟媽媽講 但是因為他是長者啊 所以韓國人的觀念 當時的觀念 韓國人不能離開 所以他沒有跟他父親 我的這個祝福長 他就離開啦 個人男生就離開 18歲的時候 他來台灣 他叫做來韓國 我來台灣 他到南韓兩年之後 就發生韓將 他就到現在就不能一起了 韓戰的時候 他就南韓的兵啊 就是稍微的身分啊 跟北韓打仗 就這樣的 他的命就這樣 所以這個 2004年啊 我把 我父親也是一個私人啊 他的一百所作品 對不對 就在台灣出版的行 就是半島的疼痛 韓半島的 朝鮮半島 對不對 半島的疼痛 這樣一本 各位的網路 上網就打一下 半島疼痛 就可以看到 這個廚書館裡面 很多 很多廚書館裡面 都不用買了 就這樣 就這樣的情況 所以呢 我從小就習慣 習慣 我父親經常跟他講 共產黨是不能相信 他經常這麼講 然後有時候 反正很多事情 很多故事 有很多故事 對不對 所以這個 譬如說啦 離這個首爾 那個 蘇城跟北韓很近 然後我家是住在首爾 但是 或者那個地方呢 我母親的公墓在那裡 那附近的有一塊地 還有一個 小小的別墅在那裡 所以 每一次 我台灣的很多朋友 有時候 暑假 寒假都很暖 寒假 寒假 比較暖 有時候暑假時候 有一些 台灣的朋友 就 要去韓國 學會玩 就知道 然後他們兩個時候 他們是 純粹是理由的 其實就是的話 我說 對不起我沒有時間 我就這樣 但是去年 因為台灣的老師 他沒有給我說 金老師 怎麼是有空嗎 然後他說 我要去看那個 波舊書城 他是主題性的 主題性的 提到要去哪裡 什麼的 我說有空 但是不能超過兩天 一定要兩天 然後我親自開車 我帶你去 所以我帶他去那個 波舊書城 什麼的都在 因為他是主題性的 有概念性的 要去嘛 不是說 旅行坦的這樣的 這個時候 我就很累啊 就不要騎了 對不對 那邊就騎過一個詞 就這樣 這樣就騎了 好 我想被 靠過 不好意思 等一下再講 謝謝 我剛剛一聽 金老師講話 有那種 詩人的帥性跟天真 原來是有家學淵源的 那我想 今天可能是 因為配合這個 配合我們的主題 他談那個波舟書城 搞不好 金老師要跳上台式的話 還會更談那個 梅飛色舞 神采飛揚 那就是回到這個 破舟書城這個部分 因為我個人也滿有興趣的 這個我看到一些資料提到說 這個破舟書城 他其實 他是希望把這個整個出版的計劃 從計劃編輯印刷到最後值物流 這個流通都會成一體 然後剛才會前呢 那個崔老師有跟我提到 他去年去開那個出版會議的時候 我剛剛住的那個房間 就剛才金老師提到 一個人玩上台第三四千塊對不對 他說每個房間都是以小說家為命名 然後裡面有那個 每個房間都有那個書籍在裡頭 然後那個書籍呢 也可以直接從那個飯店裡頭 又以外可以拿著一起 可以直接攜帶來攜帶去 讓你去那邊看 所以根本不需要電視機 所以想像說這是一個非常 具有一個文化 他其實就是這樣 我們叫出一個具有一個 非常文化氛圍的環境 還有如果各位上網查一下的話 剛才金老師也提到 就是他那個建築的特色 他的建築是很有特色的 就是他也有他一個建築的一個愉快 所以從這邊 我其實一直在想一個問題 當然這就是我的想像 我並沒有去過 我只是在想說 我們現在在談這個 所謂的文化創意產業 在談所謂的建築美學 然後呢 像我自己 我喜歡這些藝術活動 我在北部 我在台灣北部 我在台灣南部 我都會去看一些藝術特區嘛 然後我到上海去到北京去 我也去看他們的那些藝術園區 在韓國 我也去了韓國的這個所謂的藝術村 就是這樣子一種 所謂的一個藝術園區的營造 或者一個文化園區的一個營造 或者說一種建築與會建築美學 那我不曉得這樣子一種 這樣子一種 整個這樣子一種文化性的活動 它是 就是所謂的文化創意產業 還是說它裡面 它營造出來的這個東西呢 它是一個互相可以借鑑的 或者說我有時候看到最後有點疑惑 我會覺得好像都趨同了 慢慢都趨同了 你在每個地方看到的園區 其實那個感覺概念都差不多 那我不太知道 如何去理解這樣的問題 當然一樣 季老師你也可以不管我的問題 等一下可以繼續談 你自己要談的 想談的正式歌都可以 那接下來 鄭米宏老師呢 我剛剛已經預告過了 他拋出來的東西都是很新的 像他可能等一下 他跟我們談那個重返20歲 還有注意到他談那個 他要談的那個 我又忘了那個韓劇的名字 沒關係是愛情啊 那個是去年在韓國電視台裡面 那個播放的 還有今年元月 那個江南1970 好像是今年元月在韓國上場的電影 所以他跟我們帶來 是一個最新最時尚的 一個所謂的文化產業 文化產業對方方面的問題 好 我不要囉嗦了 我們趕快聽鄭老師 好 鼓掌歡迎鄭老師 好 大家好 其實我為什麼 我以前在研究韓國電影 我大部分研究比較藝術的 講比長東 體積的那些 可是呢 去年的時候 有一個很好玩的奇遇 就是有個 有個貴婦透過關係 問我說可不可以 要跟我邀一篇稿 他們是個粉絲的那個 粉絲那種 就是後援會 對 然後他就 就是也是 反正稿貝都開得還比一般高 他就說 當他們粉絲有自己編樂訓 然後要寄去給韓國的那個 他們就會自己寄過去 然後後來我想說 我後來又剛好去年跟一個學姐吃飯 然後就發現那學姐 已經從日劇裡變成韓劇很久了 因為太久沒有 其實我媽每天都在看韓劇 偶爾會跟著她看 但是因為韓劇都很長 所以我大部分 我真的有看完韓劇大概就幾出 以前的大概就浪漫馬屋那一種 然後最近就是那個 最近在追的就是沒關係是愛情 去年還有因為幫阿瑤稿寫了一個 那個那年的冬天風災錘 那沒關係是愛情 跟那年的冬天風災錘 都是同一位編劇 不襲擊 那等一下我們再講 今天我要講三個方向 第一個是一個韓國娛樂 跟整個華語影視文化 其實兩個我覺得 他們逐漸有好像要一起聯盟的一種趨勢 我把它簡稱為東亞娛樂圈 講一個東亞娛樂圈的概況 那第二點等一下來講韓國 韓國影視文化中的男性情 跟台灣電影是如何指導 主要我就拿江南1970聯盟下來做對比 那第三點是講韓劇 就是比較用韓劇 言情小說裡頭的兩性關係 那兩性關係 為什麼要講兩性關係 因為兩性關係其實 韓劇裡頭兩性關係 就是男生跟女生那種 school for comedy 比較神經喜劇 它其實就像沒關係是愛情 那男女主角一開始已經不想看不順眼 那一種我們在三立的那個 禮拜天的那個 偶像幾天都差不多在演 可是我覺得三立學了那麼久 還是沒有辦法 這幾次我經歷國去年 剛好當金鐘獎評論 所以就看了這一年來所有的影響劇 因為大部分都有報 那後來我就覺得 那也真的只有郭雪芙跟米亞文那一套 那一套 那一套我現在有點忘了什麼名字 可是至少有學到一點點樣子 因為男女初小之間比較有化學反應 比較有化學作用 要不然很多次 你根本連他們是一對情侶 都覺得沒有說服力 那等一下第三點 我們就來講 那種兩性喜劇 在韓國跟台灣之間的情況 那我先講第一點 東亞娛樂圈 其實很好玩的是韓國 韓國它其實 它其實現在是一個輸出量很大的 就像我朋友 有一陣子在三立在做 他在做海外行銷 三立那些華 三立不是以前都偶像劇跟本優劇 後來開始做禮拜五八點檔的華劇之後 他們那一塊其實是賣得非常好的 他自己真的去做的時候 他還發現原來那些 就是我們有時候 我們好啦 簡稱為文青好了 文青有時候看 就會覺得很鄙視那些華劇 因為優勝不是有什麼真愛什麼的 就都是禮拜五晚上八點多 再跟陳廷你跟誰來 因為我都覺得差不多 所以我都看一集 我就不會想看了 那還好當心中講評審 他們都送四集而已 就是 他不會要求評審 所以他就隨意 由他們自己決定送四集 他們覺得最好四集也 我們看 所以我們評分是照他四集評分 聽起來有點不公平 可是因為那是一個不可能全看 要不然世間寢 我們會看到死 世間寢 他們就送姚琦 那個女女煙那一段 但是我朋友就說 可是你去到韓國那一邊 韓國是更厲害的一個對手 更可敬的一個對手 他們去海外買攤 他覺得韓國那裡才是真的厲害的地方 韓國現在其實是大量大量的輸出 可是最好玩的是 我覺得韓國電影 韓劇在台灣很不敵 但是韓國電影 他來到台灣他就變小鐘電影 從之前很紅的裴永俊那時候的外出跟醜聞 然後再到即使到今年初 其實1月我去看了三部片 都跟韓國有關 他差不多時間上來 一部是金宇町的繼承者本 一部是李敏浩的江南1970 然後還有一部是從韓20歲 那是韓中韓台3D聯合製作的 台灣導演 然後中國演員 然後也有台灣演員 像郭亞雷 然後韓國的資金跟韓國的劇本 然後呢 我去戲院看的時候 我就覺得天啊 我是最老的 而且幾乎全部都是迷妹 就是都是女生 大概都是15到25歲 那去也好 如果想說我現在自己在教室 好像比較能夠知道學生在想什麼 比如說他們看到陸韓出來 因為我去看重韓20歲之前 我會不會不想誰是陸韓 然後我想說那名字聽起來就很奇怪 我一直以為那是一個什麼 就聽起來就很奇怪 結果後來就開始去查 然後發現這個真的是很猛的一個 就是果然 他為什麼不是沒有道理 看完重韓20歲 因為我其實重韓20歲本來 非常非常不想看 是因為很多朋友跟我說很好看 所以呢 這一些韓國 韓國他這樣的電影 他即使拍的時候 我覺得那一次我滿衝擊滿深的事 索舊醫院那時候看完 就覺得這些電影其實那麼好看 而且老實說比很多台灣 我自己研究台灣電影 應該比很多台灣電影都還要好很多 但是他在台灣票碼大概就是兩三百萬 他其實到了中國韓國 中港台或者其他一些華人地區 他仍然是屬於一個小東電影 所以這也是韓國目前是處心機率 一定要去打進華流 跟華流去做合作 所以你看宋慧喬一下子也一向一代宗師 然後又來演那個太平倫 然後那個倫最近也來中國演了一部愛情片 那當然華人的明星也去大陸演 像譬如說湯瑋 湯瑋去演的話 就演一演的話 就這樣就當韓國媳婦了 那也不錯啦 就是其實現在兩三 就是兩岸已經不是只是一個 我們之前在念念兩岸三地要創造一個大華語權 可是我覺得現在兩岸三地 其實已經是跟日本跟韓國 尤其很多華語大的製作 他已經不甘於只是賺中國 中國其實市場真的很大 你看好萊塢都要來投資 我過年的時候去看陳龍演的那一部天象熊吃 現在已經不是只是請韓國的那個SJ的崔石原來演一個角色而已了 他甚至已經是請了奧斯卡印第 Adrien Brody來演大阪拍 我覺得像陳龍以前電影那種專門講很養精兵那種很奇怪的英語的那種壞蛋 那還害兆的那個約翰·庫萨克 就是其實現在中國電影已經變成一個 你在東方可能真的是一個很重要 他是一個你不可顧視的戰場 大家都想要去得到他 那韓國也是 韓國當然很想要去 也能夠去分到一杯羹 那可是韓國電影 我覺得韓國電影他既然沒有辦法 他再怎麼賣座的片 假設韓國電影其實現在已經是好萊塢等級了 鳳俊浩拍了一個末日列車Snowpil 如果沒有說 你也不曉得那是韓國人拍的 你會覺得完全好萊塢水準 可是他來到台灣 當然是一個比較小種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他們現在 現在韓國 我用重返20歲來作為這個 剛好這個關鍵點 就會說重返20歲就讓韓國人思考說 那如果我們專門為中國製作一部 為廣大的華語市場來製作一部片 結果就是很多了 重返20歲 那位台灣導演陳振昌到之前在台灣拍的一幕 我一直覺得不怎麼樣的片 叫宅戀還有剩下光年 宅戀是鬼片 剩下光年是同志的校園愛情片 我覺得都很不好 但是沒想到他這幾年突飛猛進 他去大陸先拍發展 先拍了一部林志玲田的 就是重拍日本101一次求婚 那個我覺得還好 可是他後來自己拍催眠大師 然後現在拍重返20歲 他已經成為就是破億的導演 重返20歲在大陸是兩億多 然後在他整個 所以他現在是一個比魏德森的票房還要高的導演 就是整個台灣導演的 因為魏德森在台灣底大概是七億吧 五億七億八億這樣子 可是重返20歲他已經是 和台幣大概十億多了 那不是用一來 不是說有錢就是很厲害 我覺得陳振昌到底有趣是說 重返20歲這樣一個故事 明明是一個非常韓國的故事 然後可是他們把 他們把他移植到中國這樣一個情境中的時候 最好玩的是我覺得 他不斷的去消滅那個地獄性 那個地獄性不是只是說 讓整部電影拍的有一點像韓國電影 然後讓你覺得 這個故事發生在韓國也行這樣而已 而且甚至他是讓你覺得 雖然裡頭他們講的是普通話 而且是比較北京 就是他整個故事在這邊金牌 然後聽起來是比較金片子 可是他讓你整個故事覺得台灣看 因為台灣觀眾有個有趣的習慣就是說 有時候聽到那個大陸槍太重就會不太想看 那這部電影我覺得是少數讓我覺得說 這部電影真的很可愛 整個就像在看韓劇 而且他裡頭他故意不告訴你說 那個地方在天津 也不在北京他叫金津 第一個金是天津的金 第二個金是北京的金 他虛構的一個想像的一個城市叫金津 然後那個金津裡頭 我覺得他是把韓國的城市的特色跟 他的那個 因為他整個是有點奇幻的嘛 那個奇幻大家應該有聽 重返20歲其實 大家去年如果有注意到世間寢有沒有 一個阿嬤然後他在電梯查了花露水 就變成回春從60歲回春到20歲 那他其實就是那時候因為重返20歲那個韓版 是在韓國熱營 他的英文都叫Miss Granny 就是奶奶小姐 然後他在台灣因為沒有引進 然後大陸會網路上打翻那奇怪的他 女志堂的他 那都是那個一個討人厭的老奶奶 然後因為走進一間奇怪的那個照相館 然後照了一張相就回到從前 奇怪的他跟從他20歲就完全的故事 那我們想說同樣這個 同樣這個idea被台灣本土去偷過來之後 就是變成世間寢 這個也是有點搞笑 可是他在韓國 他在他改編成中國 中國的版本之後 我覺得他改得很好 是說他們整個他整個在地化 其實這是一個比較 這就是我們常說全球情感在地去 在地特色 那個情感是要全球性共通性 大家都能夠懂的 但是他的特色是針對因地治癒的 所以這樣一個故事 由韓國去製作的時候 他們交給中國的導演 中國的導演跟編劇 在把他做認識跟改變 那比如說裡頭 裡頭講到因為奶奶從70歲變20歲之後 然後連他孫子都愛上他 那我奶奶就很怕會亂輪 因為奶奶很保守 那裡頭因為奶奶是個韓劇民 就要在韓國版奇怪的他裡頭 就會有一齣鬧韓劇 因為那齣我沒看過 我也不曉得是什麼 可是好玩的是來到中國版 從韓二十歲 他就改成是韓祝哥哥 因為韓祝哥哥就是 那個黃阿瑪會愛上志偉 差點要娶他 然後那個潛文本就會不斷 就是奶奶就不斷的想起 就是他兒子 他孫子要跟他求愛又多做 整個電視上就剛好在演那一段 一時差點要亂輪的 這個就很有趣 這就是一個文化貴照 那我覺得從韓二十歲 在這一部分的文化差異 弄得非常好 那比如說韓國版的老奶奶 因為她是喜歡奧戴利賀本 所以她變年輕後 她就化名叫五斗令 就是用韓國念就是奧戴利 那中國版的從她二十歲 她就改成夢莉君 因為她喜歡德利君 那好玩的是說 另外一個有趣的是說 那是演員部分 我覺得 那個中國的版本就是找 龜亞蕾演那討人間的奶奶 那龜亞蕾她是比較 她是比較溫柔婉悅的人 她不是 因為韓國是那個演 我叫金酸酸 演玄冰她媽媽的 演玄冰她媽媽那位 那位演員羅文基 那羅文基也可以演美麗的聲音 有一部台灣女監獄的電影的 唱歌金女真言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聽過 如果你沒看過 你要去出來看 那一部我沒豬必 我跟七號王的禮物都是講監獄 七號王禮物是男監 美麗的聲音是女監 然後就講一堆女監 老奶奶那個羅文基 她在裡頭就演一個知書達理的 有知識 因為殺了人 然後被關的 就是非常有學識 可是大概奇怪 她裡頭是演的美麗的樓書 然後家道中諾 然後非常粗烈 非常粗俗 恰伯伯 每天講話都非常大聲 就是感覺像在罵髒話 這樣的一個老麻煞 那她這種對應就是 她把那種 那部片整個報銷 就建立在這樣一個 飄漢的老太太 變成一個二十歲的少女之後 都能維持那種 老氣很糗的模樣 換成到中國版之後 歸雅雷她不可能是這樣子演的 除非你這個可能是 如果唯一在世還可以這樣演 可是她是歸雅雷 她就比多是刀子孔 就是有時候講話 我覺得歸雅雷是演的是比較 歸雅雷也演得很好 可是變成另外一種國情 歸雅雷比較像是那種 九點斑花系列的媽媽 那那個韓劇的 是比較像是那種本土劇那種 像苗合力老了以後的媽媽這樣 而且比較還要加上很多髒話這樣子 這是從滿二十歲她 她有趣的地方 她讓我不斷的思考說 那這樣同樣一個文本 如果在不同的地方 在韓國在台灣 甚至如果今天是台灣去跟 就是主導性變成是放在台灣 不是在中國的時候 那台灣那個是不是就要變成 她讓她講台語 然後要怎麼去 讓裡頭他們的音樂 唱的是什麼樣的老歌或什麼 或者是讓孫子變成是像唱閃靈那樣子的那種搖滾 這個都是很有趣的地方 然後她確實幫韓國電影想要 韓國電影想要去更去分一杯跟這個滑流 在這一波滑流中去取得他們的詮釋權 我覺得從滿二十歲達到一個非常好 算是一個很好的實情室 要先講到這裡嗎 好 我先講到這裡好了 還是等一下再 其實我們也可以就直接再繼續下去 因為我剛才我聽到那個鄭老師 在談這些電影啊 我覺得大家應該是聽得欲罷不能 那我一邊念一邊已經發出很多問題 我可能就簡單講兩個點 就是你剛才有提到說那個 從小三十歲 很奇怪她那個地域性的消滅 這樣子的一個問題嘛 那本來你好像可能這次 還會遇及到危險關係 那我以前關心那部電影 其實我好像約列有看過了 可是我覺得那個電影好像 那個電影是顏格林後來改編 改編劇本 可是它反而在裡面變成 它不是地域性的消滅 它是地域性的加強 強化 對 強化 因為它弄了一個什麼東山省震災 它把一個法國的小說 危險關係改編過來 然後它在裡面 它就加入一個東山省震災 這樣子的一個東西嘛 那就是一個地域性的強化 所以我不太知道說 你看一下那種電影改編 就是這樣這種中韓 你也互相 一個地域有兩次這樣子 這種地域性的強化 它的一個策略性 個別是什麼 我為什麼會提到重韓 本來在那講 剛剛有提到危險關係 就是因為我覺得 它剛好成為一個對比 重韓20歲它是不斷的 這樣整個東亞圈變成一體的 那整個一體就是 也不要讓你覺得有韓國人 或台灣人 或中國人 香港人之別 那你就覺得 他們全部都是東方人 這樣就好了 然後那個城市 也是一個很呵護 就是一個比較夢幻的東方城市 就像好萊塢電影 現在很多國合制 有沒有 然後你就覺得 那是在歐洲 或美國的某個地方 但是它國威卻特別強調 它是在哪裡 也是像那個危險關係 危險關係大家知道 是那個德拉克爾 就是法國的一個書信體獎 那個法國大革命 就是一群淫亂的貴族的故事 用書信體寫非常厚的 然後曾經拍成蜜雪和菲果演的 就1988年拍過版一個版本 阿尼特貝尼又演的一個版本 然後法國凱撒林丹尼夫也演過 也續續的版本 它不斷的才改編 講的就是一個淫當的女伯爵 她嫉妒一個非常癥結的貴婦 所以她就叫一個淫當的她的男朋友 去勾引那個貴婦有沒有 結果讓那個貴婦的守貞 因為那是一個寡婦 守貞就破戒 然後最後就是悲劇 因為那個淫當的男人 就愛上了那個症結的女人 最後反正是悲劇所唱 然後這個淫當的女人 也得到報應這樣子 那這個故事不斷的被詮釋 連美國的那個好萊塢 都拍成YA片過 就是那個 那時候我只剩下勇敢 那個奧斯卡伊 然後瑞士會是童年的 那這樣一個故事 不斷的為什麼全世界很多 像香港甚至夜童也去演過舞台劇 為什麼那麼多國家 你都不斷的想要去把它改變成 改變成自己國家的文分 就是因為大家都想要找到一個 你自己的一個潛入角度 然後嚴格裡她的有趣就是說 因為我曾經在 我自己教了一個研究課的課程 找同學討論 那我們覺得最有趣的就是 我一點關係它裡頭 那個故事其實是跟法國 那時候就政治的動盪 剛好可以互相結合的 到嚴格裡她要改編的時候 她就找到一個剛好是民初 民初那樣一個時間剛好非常動亂 就是剛好可以是一個非常 好像你把整個格局就做到 不再只是男女之間的情愛心慾的遊戲 然後可以跟一個 這些人就是 喪民不知亡國能 和醬油場後聽話 然後你這樣子一個帝國的親會 剛好可以跟 就這些人性的墮落跟帝國的親會 剛好可以成為一個好像對應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危險關係它 像他自己在 其實危險關係也拍過韓國版 就是裴鴻駿演的醜聞 跟那個坎成以後全讀演 然後還有李美蘇 那一版其實拍得非常好 那一版那時候裴鴻駿來 而且又裸露 大家反正都覺得拍得 就是應該會大賣 結果後來台灣還是賣不好 那時候我認識一個片商 他們說他們有個結論就是說 歐巴桑就想說裴鴻駿演的電視天天都看得到 歐巴桑都是很自私計較 就想說那兩台一部還是省下來 等到DVD出了才去租回來 要看幾次都可以自己做 所以票房不好這樣子 那後來 可是這個故事真的太吸引 所以後來韓國導演許晴豪 那許晴豪跟當初拍丑文 那位韓國導演 他們其實是不同 許晴豪拍的電影是像八月聖誕 那一種非常淡的 可是他為了想要去指導這個故事 他也做了很多妥協 也就是他一個像韓國人要去 要去處置代仗東劍過去 跟兩個中國女演員 張子儀還有香港的張伯茲 然後他們一起演這樣一個故事 而且這個故事又是已經是 跟他過去的作品那種淡淡的愛情截然不同的 許晴豪他其實是喜歡寶孝田那種淡淡的 淡淡的敘事而已 可是我覺得有趣的就是說 他去到中國 然後因為那故事是顏格嶺 顏格嶺的故事一定是 就像南京十三菜 顏格嶺是很會描寫奇觀的導演 那個去作家 顏格嶺他是很會把那些元素 用奇觀的方式去把它 不斷地去把它呈現出來 所以整個危險關係的中國版本 就整個其實色彩是非常濃艷 相較於那個導演許晴豪以往的作品 那我覺得他其實這個作品其實後來在香港 或在華語地區或者韓國都得到不好的評價 我去年前年剛好那部上映 我剛好去中國做一個評審 然後問了一個中國移民的 然後他就非常邪惡的 他就那真的是超級無敵大爛騙 然後所以我本來就覺得應該很難可 後來看因為台灣有沒有上映 所以在網路看 在網路看我覺得其實還不錯 沒有到很好 沒有到醜聞那麼好 可是其實也是算不錯 可是對於 因為這是一個 這當然是一個想要進軍中國的作品 可是對中國來說他們完全不埋葬 其實現在中國的觀眾 他們已經厭倦 我覺得 我認識的一些中國的年輕學生同學 我每年都有交換神 他們已經厭倦的這樣一種 就是舊的中國東方中國這種神 這種比較大賣中國民族元素的這種虛實了 他們其實喜歡的是像初念33天那種網路小說 那最好玩的就是初念33天 我覺得它剛好就是象徵著1980後的這一代 的一個編輯 就是一個從網路世代 然後他們發表小說可能在網路上 那網路上網路小說有一個特色就是它活活 可是它結構不嚴謹 因為它可能就想著今天想寫什麼就寫什麼 當然有些可能立好很多架構 可是我覺得對我來說 網路小說還是有不嚴謹的毛病 可是這個不嚴謹的毛病 剛好讓很多 讓今天年輕時在看電影的時候 就覺得沒有壓力剛剛好 初念33天如此 我的野蠻女友也是如此 那還有很多 就比如說 還有很多像我叫金山順這一系列的 這一系列的這種 我都會把它稱之外 因為我家村那些很多都是歐巴桑 韓國很多編劇都是家庭主婦 就直接他們有興趣 然後就 他們有興趣然後就去寫 然後就變成了編劇 這個跟台灣或日本 尤其日本那麼嚴謹的 是比較不同的情況 那我覺得韓國它這個有趣是說 它剛好代表著新一波的旅行 就是一種迷妹現象的反復 我會覺得它是一種粉絲文化的反復 就是今天你不是受過一個嚴謹的編劇訓練 然後你不是從一個 從一個那種好像 好像非常嚴謹的起承轉合的架度來迷的時候 那你這樣的做 你這樣也許你有鬆散的毛病 可是反而你能夠好像 綻放出一些不一樣的滑朵 這是我對 我有時候我覺得網路 我自己還滿喜歡看網路小說 就是有時候我覺得看網路小說真的很輕鬆 那這些嚴謹小說會讓你有時候迷妹 因為它能夠跳脫某些劇本寫作的框架 那反而好像能夠讓你找到一些 不一樣的出口 其實我們已經慢慢進入第二輪的 一個討論跟交流了 那因為剛才鄭老師其實 還沒有談到的一部那個偶像劇就是 《沒關係是愛情》 我想再談很多年輕的朋友應該很期待 那因為我想順這個步驟再請教一下 我其實就是想到這個 因為可能你要從這邊去談到兩性關係的問題 那我就想到說韓劇前幾年呢 就是曾經有 好像有前幾年有一個傾向就是 我不是傳統的那個惡婆婆 我寫問題了的那個內心電視劇 它變成是一個漢媳婦去顛覆去推翻惡婆婆 好像有一年特別是這種劇本特別的東西 然後我記得那一年《朝鮮日報》 它其實在年中的時候就提到說 這裡頭它反映出來的兩性關係 包括剛剛這老師提到的我的野蠻運動 它其實是不太符合韓國社會的現實的 那我那一年在韓國的時候我也注意到就是說 你看包括現在 我還常常在福利上看到我的那個朋友 他破他的學生整形前跟整形後 那完全三個月跟三個月 三個月前跟三個月後 那個完全是判若兩人 但那個整形是為了什麼 我也聽我的學生講說很多高中女生 他的畢業的家長給他的畢業禮物 就是送他去整形 因為那個是以後求職的一向必備的力氣 也就是說韓國的女孩子 她除了外貌以外 她除了那個內在一個內 她必須要內外揭 除了內在外外 外貌還是普遍受到重視的 那還有很多高學歷的女孩子 進入到那個三星集團去工作之後 她整整當了兩年的影印店的小妹 這個是真的 而不是 就整整當了兩年的那個影印 就是做了兩年的影印工作 她在公司裡面 其實到了一個很高階的主管 主管的一個地位 她還是必須要去幫其他人 其他男性端咖啡啊 然後去做福祉性的工作 所以有人會覺得說 這些影劇 這些影劇作品裡面反映出來的兩性關係 它其實是剛好是一種反向的 就是你必須要從影劇作品裡面 去得到一種抒發 一種發洩 那其實不太符合真實社會的狀況 那我不曉得鄭老師 你這方面 你要為什麼沒關係 實在在前後 為什麼其他部分台下 我先講一個 我們去年當金鐘獎評審的時候 我們女配角提名的 女後教養的秋乃花 還有那個親愛的歪傷別人的喜曼妮 為什麼呢 因為就是我們覺得婆婆這個角色 在台灣已經越來越被定情化了 就是可能妖怪就是壞的莫名其妙 可是韓國電影的婆婆 我覺得她們都可恨之人 必有可憐跟可愛之處 韓劇裡頭 就算那些婆婆在討厭 你還是能夠看到她的一個溫暖跟厚度 你比較有溫度 對 可是台灣的連續劇 其實對婆婆這些角色已經 尤其類似世間期裡頭 那些婆婆像林謙玉有沒有 林謙玉其實我覺得她才40幾歲 都一直演婆婆也是很奇怪 她根本已經還是 就是演媽媽才差不多 好 那這個問題 林謙玉就是演 那個角色的善跟惡之間的那種變化 已經變成她已經像一種機器人的角色 這樣被害來害去 如果你有看世間期你就知道 好 那所以我們那時候才會提名 雨昊教其實我覺得不是一個什麼好的劇 可是她在台灣為什麼顯得很 因為就是邱乃華這樣一個人 你看到這個演員 講不出她名字的演員 可是她演得非常多練習 邱乃華演那個婆婆就是一個傳統價值 勢力演 然後不爽她的媳婦都沒有生小孩 都生女的 所以她為了一個男 她的兒子在外面跟人家亂 就久後有了一個男嬰 她可以這樣子去犧牲她媳婦 非常自私 可是也有可憐的地方 那這樣一個角色就基本上 那根本只是一個戲劇最基本 應該有的厚度而已 但是其實台灣是做得到 可是台灣我覺得因為本土劇的二職文化 就不斷的讓我們放棄這一塊 經營這樣的配角 因為大家只注重主角 另外一種婆婆就很可怕 就是一種像男愛這年的老奶奶 就是講話很慢 然後就說沒關係沒關係 然後就很像在演某種卡通有沒有 大家應該知道我說的意思 就是某種好像小愛人的那種 你會覺得她是一個卡通人物 她不是一個真實的角色 所以台灣的對於婆婆這樣的一個角色 就是不斷的網洋期 一種是已經是非常極餓的惡理人 就是以苗可利或林千里為代表 另外一種就是極善 善到沒有個性 你會覺得是一個假的樣板 以坦耐症或網約為代表 就喜感的 那可是照理說應該像中間 像錫曼裡面親愛的我愛上別人 這樣一個媽媽就是一個高雅的貴婦 可是她很自私 可是她自私 她到最後期盼你那個角色就是 她老公根本就是一個大爛人 是一個 反正因為她們是一個民怨 就是一個好的家庭 豪門 然後是政客 那到她 她到最後她所有的怒氣都揭發 她跟她老公說 你如果再繼續再去外面找你的 然後超過我那條忍受度 我就把這些事情全部都去爆料 全部我們預示劇本 然後那個角色的那些心酸 跟她的厚度才會出來 那我覺得看看劇的時候 那些這些比較刻板的角色 她們都至少有她的厚度存在 比如說像去年的冬天風在吹 那你就是裡頭那個演王秘書 就是演那個宋慧喬的乾媽 宋慧喬有點像他們家的特著的那個 我現在有點忘記那個女明星 那個是韓國的博士影后 那樣一個女明星她演那樣一個角色 那就是一個 她到底是善還是恩 到最後你覺得我也知道 那我覺得這樣的角色包含像 其實這種比較老 比較資深的角色 然後很刻板的角色 在韓國電影 其實甚至日本電影中 它是不斷會出現 然後讓我們去想的 可是台灣電影因為 還是比較草短線 就是大家只注重主要的 單槓的演員是誰 那其他那些角色 好像大家就覺得都差不多 那所以我曾經 之前有一次去做短片的獎品 就是我跟台灣短片 一方面的導演說 為什麼所有的 每個角色的爸爸都 大概就找三個演員來演 一方面是因為他們比較便宜 然後一方面就是 他們的角色就永遠是 那差不多流氓爸爸 酗酒爸爸跟什麼爸爸 大概就這樣 然後流氓爸爸也可以 有一些多亂的部分 或酗酒爸爸也可以 又清醒的時候 可是我們常常都看不到 我們就只看到他最不堪的時候 那你其實不斷的去 用那些去繼續這樣戲劇性 其實有時候是 反而是 就是 沒有被證 反而不會達到你想要的 那個動能的效果 所以剛剛鄭老師 談到的還是一個 形象塑造的問題 其實這個問題 不管是在語句作品 或在文學作品裡面 其實它都是共同的 那我剛才看就是崔老師跟金老師 應該也休息得差不多了 所以是不是崔老師 要不要再繼續談一下 韓國的文學裡面 這些文學作品相關的問題 不過這種很想聽著那個影視的 連續劇的聽了這麼清晰 突然又到文學問會覺得法外也不知道 好 剛才我講到30年 就是戰前的一些 光復之後的 比如說 現代歷史裡面 索爾是在韓國小說裡面 被渴望 我就簡單幾個例子這樣介紹 那50年代安國有經歷過韓戰戰爭 那這個戰爭是回滅式 打了三年 1950年爆發 那韓戰跟台灣的戰後的發展 也是非常有密切的關係 就是進入到一個美國維持的 是完全冷戰體制的一個重要關鍵點 就是韓戰的爆發 那韓戰過後 韓戰的時候是北韓軍整個打到現在的浦山 大丘這個地方以外的所有戰 就是整個都佔領到南韓大部分的地區 那當然很快的聯合軍還有韓國的南韓國軍 也打過去打到鴨綠江 然後現在的那個中國的領界這樣 就是之後就來回 在那個索尾爾這個地區來回這樣 所以呢 是幾乎這三年經歷過三年同主相產的這個 戰爭之後呢 韓國基本上都是被毀滅 戰爭廢墟這樣 就是韓國是廢墟之後才重新出發的 那索尾爾也是那個被破壞的非常嚴重 那之後的索尾爾發展是江北的開始 然後現在的江南比較就是更進一步發展的地方 那整個索尾爾的發展跟或者江南 就剛才正好是看到那個江南這個地區 也容易談到這些 是江南的發展這個過程 就可以說整個南韓 或者我們現在一直在講的 韓國的一個現代發展的一個歷史縮影 那經歷過韓戰之後 進入到1960年代就是戰後的一個收復期間 那韓國特別是索尾爾是集中的被開發 那所以60年代的韓國小說裡面 基本上都是就是大城市的發展邊緣的那些 人們的故事非常多 而且是人跟人之間的陌生 這些故事是非常多 比較代表性的也直接叫做索尾爾這個 作為那個小說名稱的 叫金城玉60年代的一個代表性的作家 是叫做索尾爾1964冬天這樣的一篇小說 這小說裡面有三個人出現 這三個人是完全不認識的 是會忽然碰到 然後他們之間的對話也是斷斷續續 根本沒有一個統一的主題 然後各講各 然後又是冬天這樣 那各代表一個大學生 就是一個研究生 還有一般的一個上班群 是這些不同的一個不同的身份 三個人就聚在一起的是沒事做 就只好只能去人家哪邊有火災 他們去哪邊就是去湊熱鬧 大概是這一些 就是整個60年代開始一個大都市化的索尾爾 那多生人之間的那種疏離感 是主要的一個故事詛咒 那再來是60年代也是有叫做李浩澤這個作家 叫索尾爾是集滿的人這樣一個編小說 也是60年代的索尾爾的一個事態風景 特別是一個周邊人下面基層的 很多都是從鄉下上來 找工作討生活的這些人的故事這樣 就是周邊部的或者臨時勞動的那種 不是固定職場這邊蓋完工藝之後 又搬到別的地方去了 那一種臨時工 打工的那些人 就是開發的陰影是為主的 是刻畫出來的 那還有一篇是1987年 叫古泰巡捕叫夜路上的人本 這個是刻畫1987年的 所謂民主化運動裡面的韓國歷史裡面 六月抗爭 這個故事是1987年就全頭換下來 就換成一個太理的時候 韓國那時候才是直接選舉 總統的大統領的選舉 那爭取到那個直接選舉的 國民直選的那個過程 那這個過程在索尾爾這個地區 也是不只索尾爾 就是一開始在釜山開始了 然後蔓延到全國到索尾爾 是很多不只是學生 還有很多 所謂當時叫中產階級 上班族這些都出來抗議之後 就終於魯太宇接收了直接選舉 這個一個做出場落這樣 這是一個民主化運動 當中也非常重要的一環 那那時候的索尾爾也是很多地區 都人們出來抗議 那這篇小說主要刻畫也是 那六月抗爭 基本上韓國那邊都說是那個 裝産階級的勝利這樣的支撐 可是這篇小說特別有談到 是那個勞動者一群他們的角度 來看1987年的索尾爾抗爭 就是六月抗爭的故事 再來是跳到90年代 然後70年代也有 就是從如果60年代的時候 都被刻畫成一個開發的一個陰影的話 70年代很多故事 是從鄉下上來台那個索尾爾 然後套工作的 那特別有一個非常有名的 有一點通俗 然後賣得非常好 也被拍成電影的一個叫 英子的全盛時代 就叫先作一個小說家的一個 有一點通俗 但是就可以很到70年代 整個韓國的縮影這樣 那故事主著的一個女生 從鄉下上來台 上來索尾爾之後呢 他就因為他沒有那個背井毛 所以說背井背口 所以他只能去當人家的幫 當保姆或者幫人家去家裡打理 然後我們叫食物這樣 就是吃飯就是煮飯 給那家人吃還要打勺這些 那這個人呢 後來在那邊也被那家人的男性欺負 後來就出來當車長 以前有車長 那個公車裡面有一個人 那個收票那些 一個女生 年輕女生 車長 當公車的車長 後來那邊也是不順利 最後呢又復戰 最後呢是當酒家寧 然後又手臂一個被割斷 就是這種種種 他的整個沒落下去的 融落下去的一個過程 那是七零年代拍場 那個整個小說的舞台是首尾這樣 所以不是七零年代的那個韓國 以及所謂的樣貌 那他們是這種方式被溫水裡面協進去 到八零年代我們剛才講的那個民主黨運動的 抵抗的人群是特別出現得多 在九零年代呢 是現在就大都市的一個國際性的都市首尾 裡面跟大台 就是台北的一區沒有兩樣 是其實現在的大都市啊 所謂metropolis 去哪裡都一樣 是這邊 因為台北買的時候 會照樣貌都是一樣 東京、馬里、紐約都應該是一樣的 是這種大都市裡面的人們 是比六零年代一開始的那種感觸更是深刻 而且被消費、被資本主義欲望 這些被籤子走的那些已經被拔根 心靈上被拔根的那些人的故事是特別多 那代表性1990年代出來的尼彈 這是一個現代還在活動的當中要作家 他寫的是1993、1月9號這種小說 這好像很顯然他要繼承60年代 已經成立的1964年的收穩 也是同樣的角度 就三個人出現不同身分的 然後那些人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 都有一個專業的工作 可是他們自己的未來是很膽然 所以只好三個人去看相 看一個未來 這個故事是怎麼樣的 所以到90年代的首爾也是怎麼樣的 還有在之前來過台灣的孔志勇這個作家 他的我們的幸福時光裡面出現的那個首爾 也是被等待救援的 每一個人都被等待救援的 大概那樣的形象出現這樣 這是非常粗略的介紹 韓國文學裡面的一個首爾 那還有一點點時間給我的話 我就剛才主持人提到那個是有什麼不一樣呢 當代社會是面對一個這個主義體制 那大家都被那個 就每天被刺激到消費 那這種處境是一樣的 那國家處境也是一樣 每一個人面對的 心靈的荒野 還有這個彷徨 這些應該是都一樣的 當代這個大都市裡面人們都是一樣的 那韓國的女性如果把它範圍縮小到女性的話 女性作家 韓國也是90年代暴政 幾乎都現在韓國文壇的 應該是絕多數是女性作家 而且他們藝術性 文學性也很高 而且也脈走 叫好也叫做了 所以通俗性跟藝術性非常堅卑的那些 也堅強的一個女性作家是個一場多 一代一代是產生非常多 那我們上次剛老師提到的這個 我們政家辦的這個研討會上面 大家也討論 現代同樣女性面對的問題這樣 當然是非常傳統的女性文學 所刻畫的兩性問題啊 家人或家族問題啊 這些或者找工作這些問題以外 這些共同性以外不一樣的地方的話 當時有我記得談到 韓國女性作家是特別對歷史的報復感 負債感更是比台灣作家多很多這樣 所以我們投入為什麼這樣 理由這樣 對 大概這一點是可能 我現在記得是當時提出來不一樣的地方這樣 好 那我先講到這裡 今天老師應該也有一些補充的意見想跟大家分享 我今天呢 你們又非常告訴我一個事情 就是跟各位報告 這個鄭老師呢 我以前那個1994年 在中山大學 告訴中山大學念博社的時候 他父親是 回頭說 我老師被一個 台灣很著名的一個詩人 鄭總名 是的 以前我跟他 他爸爸同臺 今天是跟他同臺 感受是不一樣的 當時他好像是讀國中 當時他爸爸叫我說 跟他講說 你叫他金金叔叔 今天剛剛在這個 宿殿門口遇到他的時候 他也是金叔叔這樣 今天他是在台灣 這個對於這個方面 旅行方面 就是可以說是對前衛的 所以這一點是我今天非常高興 真的是很高興 20年以前這個時間過得很快 然後剛剛我們主持人說 這個是 比如說韓國高興生片之後 你還熱話 父親送他整形的什麼禮物 這個是其實很片面性的報導 因為我經常看韓劇 但最近的話都不看 因為韓劇的話 我跟各位建議就不要看韓劇 為什麼呢 這個韓劇一看的話 每天同樣的時間 再等他 所以很麻煩 各位知道嗎 所以如果說我們已經退休 就沒事做了就有說 看哪天年輕人就覺得不要看 因為為了我們的未來 不要看這個韓劇 就是這樣 我是這樣的一個建議 然後我看到整形的這些人 韓國人說這個是人教冷間 我們說人教冷間 就是整形的 所以我看到電視的時候 有時候去韓國看電視的時候 我問我的孩子要問 這個明星是不是整形過的 他說有整形過 翻台 我不喜歡看人教人間的 製造的那種人間 我喜歡看自然的 對不對 是這樣的 所以這個 雖然是有形 但是很多 很多的明星 韓國明星是整形是沒有錯 但是一般的人 幾乎都不會整形的 所以台灣的媒體 報導的 不是說正式的 對不對 因為 我是覺得 因為大家都有知識分子 有時候一些 韓國的報導 不是說正式的很多 因為這個有時候 大陸大陸報導的內容 對不對 對不對 就這邊的中間 沒有過濾之後 就直接報導 對不對 因為大家都有不識分子 所以要判斷 是不是正常 對不對 不要說反覆的 就相信他們的那些報導內容 好不好 這個是另外一個事情 然後呢 韓國跟台灣之間 韓國跟台灣之間 坦白講 互相看不起了 互相看不起 各位內心 就什麼都看不起韓國 韓國也韓國 有時候我一次去韓國的時候 這些韓國人 出版界的人問我說 台灣人怎麼想我們韓國人 我跟他講說 韓國人怎麼想台灣人一樣的 他就沒有人沒有說 對不對 所以呢 出版方面來講的話 在韓國 台灣的書幾乎是沒有 一年啊 中國大的書 人家的統計差不多有 國人寫 差不多有兩千本 有韓國大的書 台灣的書沒有幾本 我看索爾的招保書店 那個是韓國最大的 像城裡一樣很大的書店 那個總統附近的書店 那邊看一看 看到台灣的書 沒有幾本 是這樣的 所以這個部分呢 當然我自己 這個 從1909開始 一直 入戲 翻譯台灣的文學作品 很多 其實台灣的四人 很多作品 都擔心過 都出版 所以我最近看到 有一些 一些人 就開始翻譯台灣的 因為 這個是一系列的都出版嘛 對不對 幾乎每年都有一本 那前年就翻譯那個 X套協定的台灣文學史 文學史當 台灣文學史 韓文版的兩年前出版 因為 這個文學史的話 像日文版 也就是 老早的出版 那韓文版 已經兩年前出版 美國版的話 這個在 美國大學 他們正在翻譯 聽說還沒出版 那個 活時間的話 這個在日本跟美國的話 有兩三位一起共同翻譯 但是我的話 韓文版是我一個人翻譯 因為這個有時候 這個 論事上都不同 歷史觀念不同 對不對 所以就 有時候一起合作 或者有時候 一個 互相通的地方 我一定會出現 所以我自己 最近花了很多時間 我已經 一個建築翻譯 這樣子出來了 然後 再回到原點 就是 剛剛我講的 很重要的一個事情 這個過渡訴訟的部分 這個是很重要的 台灣可能可以參考 當然有韓國 有這個社會 有很多保護的地方 尤其是這幾年的 韓國政治我非常不喜歡 有時候看韓國 這個新聞的時候 我不好意思 我馬上打架 讓那個韓國 那個報告社 你們兩個人 什麼時候 有時候 我無料的時候 會回去做 因為 因為我愛 愛韓國的名字 對不對 不愛的話 我就不關心 對不對 所以 我是這樣 這樣 我是覺得 過渡訴訟的部分 重點是 政府 政府的力量 來推動 今天的 韓有 不是 天氣冷 是韓有 韓國的很好 今天的韓有 也是 1998年的 韓當局龍總 警察中 他也是 很支持 這個部分 政府的力量 來推動 對 我小時候 我經常看到的 短片 後來 這個 亞洲裡面 重一點的 我在裡面 就是 日本的日記 很多人會看 現在是韓劇嘛 以後搞不好 就是台劇 對不對 問題是 問題是我經常 跟文化部 做一些事情 所以 可以動的力量不夠 幾天前 國發部的遇上 砍了7億台幣 大家都知道 無論怎麼樣 韓國 這個 1998年 金融奉 對不對 金融奉發的時候 1998年 1998年 的時候 韓國 當時的 這個 國發部 的遇上 連一毛錢都沒有 抗 當時的總統說 什麼都可以 抗 但是 國發部的遇上 都不能抗 這個是很重要的 一個重點 我是接著講 有政府來推動 也可以做的 台灣也可以做的 對不對 這個是我的重點 好 謝謝 謝謝金老師 很想提到一個 我們可以借鑒的地方 就是彼此 就是台灣韓國 跟彼此的一個交流 那我們今天看起來 好像是天然地點在漫談 那其實從這裡面 也引出了非常多文學 文化 或是出版師 也或是影師公司 一些產業方面的各種問題 其實我自己也還有很多問題 然後而且我覺得 你已約覺得那個火花 他已經快要爆出來了 然後可是我們現在時間 已經非常有限了 不過剛才我提到 那個整形的問題 對不起 那個是我的學生 真的他自己的精神體驗 他跟我說的 不是說我太暴躁 那我提這個問題 也不是說 對這個討厭韓國人 或討厭這個行為 我只是覺得說 我比較關心那個女性 這樣主題的一個問題 那所以但不好意思 不小心丟了一個那個炸 炸彈 大家不要再糾纏在這個問題上 那因為現在時間很有限 大概三十五分鐘 那我想各位朋友在這邊 聽了一個多小時的一個漫談 應該也有一些問題想要請教 在場的三位講者 那我們現在是打時間 就開放給大家 那我想請教一下就是說 剛剛有提到這個日本專家是想說 不管是韓國或台灣 可能經過很多事情 才會有一些一面的開始 那我想這個其實 創作也是一個很需要 一個很好的環境 就是說所謂的環境 不管是培育人材 或是有良好的一個服務者 也有一個環境 那我不曉得 因為韓國也好 我想理解一下 他們在很多的一個產業競爭 就是偏向科技類 或是最文采的這個 就是說 文學也好 是不是也偏向經濟 就是說 商業倒下去去發展 而不是說很多的一個 讀文學的方式 跟思考模式去做 那將來整個作品 或是讀者的話 只是看消費的喜歡什麼書 或是說國外什麼喜歡什麼書 他們是會 失去自我們那種 想要的創作的一個發展的方向 而是以經濟為發展的方向去發展 我很想瞭解這個區塊 那也希望說台灣的這個區塊 也可以讓我們覺得說 到底這個環境是不是又很友善 對 謝謝 好 最近提到的是關於 文學的經濟跟產業導向這方面的問題 那請問您是要請教三位老師 金老師 崔老師應該是比較相關的吧 要不要稍微提示一下 崔老師 崔老師 如果文學靈異來講 是沒有到不是的嗎 是純文學 文學基本上我們講 純文學跟公主文學 大同文學 對 那個 這種兩種不一樣的去向是一直是有的 而且往後也是這樣 那韓國文學方面也是 當然是看人 看作家 看那個時代的趨勢 不過目前為止是 所謂純文學領域還有一個 包含文學本身的特性 是著重的這些國學技法形式 表現機材這些上面很嚴謹的 是經營著一個純文學的還是有 所以基本上不是整個牽著走 那網路文學當然有 網路文學這些的一個領域 那公數據當然也是公數據 自己拜走的路 所以並不是 當然是有整個消費導向的 或者商業導向的 這個趨勢是有 但是不至於到純文學的空間 都沒有的那種狀態 應該是 我覺得這個文學是 反映當時社會的現實 所以韓國也是從古代到 譬如說日記也是當時社會的 因為看文學作品就可以看到 當時社會是 大概全部的變化和變遷的這部分 所以這個不簡單來講的話 所以就比如說那個 剛剛我講的 這個百射公布時代 公布時代什麼的 這個時候 譬如說政治的文學作品 能明顯出來 我也是 也是這樣的 這個道理 這樣 我今天擔心 我今天擔心 好 好 謝謝 那這場的朋友還有 好 好 謝謝 我想請教那個 金老師 那個 很 很 很慶幸的就是 你的一生正好有 前半生在韓國 後半生在台灣 那就是說 雖然說我們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又是有競爭也有合作 但是我想請教就是說 以你這麼長期的觀察 台灣跟韓國的民族性最大的不同 這是什麼的地方 謝謝 好 這個簡單來講的話 就是 從這個日子開始 大家都知道 這個馬釧票就到九年以後 到 yıl公 是從1905年開始 韓國的話 像各位有沒有聽過 像安崇根 因為當時的很多知識分子 從1905年開始 韓國的知識分子開始自殺 為什麼自殺呢 沒有去的祖國嘛 沒有去的祖國 我國下去沒用 自殺 很多人看陸陸續續的 知識分子自殺的過程當中 突然有一些人想到說 我幹嘛自殺 自殺之前 我曾經把日本的那些人 對不對 民導人把他暗殺自貨 再自殺也反正會死 對不對 有這樣的想法 所以從1905年這個時候 暗崇根之前也有 從暗崇根開始陸入去去 甚至於1928年在台中 趙命河事件也是當時的 在台中市 這個趙命河先生 他24歲的年底的時候 就是暗殺 企圖暗殺當時的特分商獎 這個土地農業 但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很多啊 印猛基 很多人都這樣打 所以從這一點可以看得出來說 韓國人的民主其實比較積極的個性 積極的個性 然後譬如說當然這個的話也很複雜 這個實驗的反過簡單講的話 因為台灣的話 馬關鍵就是這個慶德戰爭被打敗之後 就這個捧手 所以說割讓給日本吧 但是韓國的話 一國一免被日本侵戰啊 不是說割讓的啊 不一樣的啊 這個情況是不一樣的啊 出發點是不一樣的 但是韓國的民主其實是比較 比較積極的 積極的對方的個性 當然台灣的話 當然這個是也有好處 也有缺點對不對 不如說哪一個是正確的答案 不如這樣講嘛對不對 每個人都是見了見字嘛 這個是 所以剛剛您講的啊 我是覺得啊 民主性是不一樣的地方講的 韓國人的話 喜歡 有時候喜歡抗議 我自己在韓國大學的時候 也是一樣 我們也是可能貼老貼友 這我實話啊 我被警察 這不到警察 炸了這個十八個小時 在電力裡面 被警察 這個藍軍十八個小時 對不對 我不是很積極的分子啊 但是我是那個 歌底派的啊 但是他們就招了 當時的這個大學生 一半以上大學生被抓緊 抓緊那個 閃經很多時間嘛 對不對 就這樣子 所以我們都經歷過 這樣的這個費用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 當然 每個人個性不一樣 但是我們重要的是 愛這個我們自己的大坎民國 所以這個原因就是 因為我們做事不對啊 還是第一次段的時候也是一樣 重點是在這裏 我不曉得我都回到這裏電話 這樣子嘛 謝謝 謝謝 我們就是我剛剛有提到三位打鬥 就是講到還滿多業下的東西 然後因為我自己是讀過 就是控制 還有兩個就是在我們 就是我們的性質方式台詞情犯 還有就是容穆是講官員那時候就是 就是性情就是案件 然後就是我自己經驗 然後因為我看了比較多韓國電影 然後我發現韓國的就是導演 他們就是在很多藝術方面都很 就是就是他們不怕去談到政治 或是對政府不滿 像比如說剛才談到鳳俊豪 他的四部就是幾乎都有提到 就是他們對政府體制的不信任 或是對警察體制的不信任 然後因為我很好奇就是說 我覺得台灣人現在會比較滿關心 我們自己的政治 或現在只有體制 就是我發現在我們的電影的就是作品 或是書籍當中 就是我們會變成是要把它談就是很 就是很就是沒有像 像我之前看有一部就是韓國電影 叫恐怖公益直播 然後那部電影我看了之後 我非常震驚的原因是因為他談的東西 其實很多的面相 就是他把他有商店化的部分 可是也有談到很多像對政府無限的這種 就我覺得他可以結合 然後變成是他不會變成是很偏僻 就是很偏激的就有談政治 或是很偏僻的就有談就是商業 然後我很好奇 因為我自己是讀戲劇的 所以我很好奇 就是現在普遍的韓國的 就是藝術界的人 或是一般的年輕人 對於他們社會級的關注成分是怎樣 對 那你是鄭老師 要不要回應一下韓國戲劇 好 我先簡單講一下 因為其實我剛還有一點 沒有講到是韓國電影的兄弟情侶 那我其實就是從兄弟情侶 這一點來講韓國戲劇裡頭 韓國戲劇語他不是單純講 兄弟情侶很熱血 或者他們混黑幫而已 比如說像江南1970裡頭 他雖然是一個非常曲折的戲劇故事 可是他裡頭就講到土地開發 那土地開發這個東西在台灣是非常 其實主要還是投資者 我認識很多導演都想要談 包含像拍 女朋友男朋友的楊家哲導演 他現在也在講一個比較 官商勾結的人 運作一個比較 就每個導演其實心中 尤其像韓國有拍過 李昌東拍過也不叫薄荷湯 講那種抗爭 那台灣其實有非常多導演都想要拍野白河 過美力道 可是呢 這些就是其實台灣我覺得還是關乎 有時候還是關乎到投資者 就大部分投資者還是覺得就小確信就好了這樣子 那他們會覺得那這個 那或者另外也是 比如說像真的有人談的 像比如說軍中隊員還是賣不好 那當然他賣不好不是只是說他談的 可是拿不埋葬而已啦 就是我覺得台灣觀眾在看待 在看待你這樣一個戲劇裡頭 出現這樣一個比較尖銳的東西的時候 台灣連續劇之前以前拍過台灣百合 那再講百色恐怖 拍了之後你看立委盧秀燕他就公開說大家不要再撕裂了 那你這樣一個作為已經是台灣意見領袖的人 公開出來說只要拍政治的東西 就是在撕裂族群的時候 那其實越來這就變成一個自我潛質 這是我覺得比較可惜的地方 要把其實蠻多導演都一直 所以現在比較談政治都在哪裡 公是禮拜天晚上十點的人生劇戰 只有他比較在談 或者一些短片 短片就是今年我當某個評審 短片一堆都在講那個 可能去年受到太陽花的影響 很多都在講他們返鄉 然後返鄉就發現家裡的農地要被震收 很多拍那種異鄉油脂的故事都放進這樣 或者他們那一塊地要被怎麼樣 要被就汙染著這種情況要去抗爭這樣子 那我覺得這是好事情 可是因為畢竟那些都是獨立創作 而且它比較不是一個產業的規模 比如說你今天世間寢禮頭他談到 他也可以談到公眾議題 可是他是在消費 他不是真誠要談 那韓國他是怎樣 他們今天拍石維島 石維島就是在講那個預證 那個叛譽的 韓國講太極旗 他透過受帝行李去講戰爭 但是台灣 台灣現階段應該沒辦法拍戰爭 因為那個規格太大了 可是小一點你去批判社會 連不能沒有你這一種大家都不太敢的 就有個導演我曾經問他說 他有一個外勞題材的東西很好 他為什麼不拍成電影 他說他也想拍啊 可是應該沒有人想投資吧 就是台灣人不喜歡看皮不比我們黑的人的故事 我說的是真的 這不是電影圈的大家在參作上講笑話 而是台灣一直有一種這種奇怪的一種 一種一種 這是一種矛盾嘛 我想 請問一下 那那個薛老師的文學方面 請問一下 是一起文學 剛才有問到台灣 為什麼沒有政治社會議題比較濃厚的電影 相對之下 其實很多層面可以討論這個問題 那以一個導演來觸發的 基本上是電影是導演真的出導的 那導演以外的資本 那像楓君浩 楓君浩 沈楓君浩 這些導演是受到整個 韓國的電影也是跟台灣電影的歷史 也是非常類似的翻展 譬如說50年代像健康寫實電影一樣 到80年代台灣新電影一樣 那韓國也是80年代 所以New Korean Way也是韓國新電影的一個時代 所以新電影就是要光環社會議題的 所以那個 這邊有時候胡導演也開始 胡孝賢也開始那時候開始模作 那基本上楓君浩這個新 已經不是一個年輕導演了 已經壯年成了 是基本上是受到80年代韓國新電影的影響底下 而且是受過最高的教育的 那他們年輕的時候也是跟 就是跟著剛才金老師談的一樣 是民主化運動 社會議題上面非常有關注的一些導演 那他們一開始並不是像怪物這種拍 怪物是非常的那種好萊塢式的一個電影 就是裡面充滿了韓國問題 像美軍的問題 美國的問題 全的問題 對於社會不平的問題 那些都是在裡面這樣 那一開始他並不是拍這些電影 而是是他一開始是有一些妥協 因為電影總是要資金的運用是最重要 所以是一開始拍土之子的口味 符合那些口味的電影 然後慢慢成名之後 他就開始拍 所以電影這個文類 這個藝術類型是跟全文學部一樣的地方 然後他基本上一個大量的資金的需要 所以必須要有一個觀眾 或是商業的這個考量是負責部實作這樣 那這個以外 還有當然是韓國有經歷過非常多的事情 那民眾外運動也是那個集中開發這張 比這個窩底帶出來的很多 就直接上人們的生活的問題 所以這些可能感受是更是深刻 而且是變化是比台灣更快速 所以他的那個後遺症也是非常多 很可能這些材料可能說進行嘛 這些材料非常豐富這樣 那我有聽之前聽 有一個場合聽過 韓國電影其實他像拍子其中電影 已經整個音響或者場面的那種設計 已經不輸給任何一部美國電影 就是娛樂電影的一個水準 可是為什麼沒有辦法賣到西方國家 那很多人談到一些問題 其中一個是因為地區性 本土性太濃厚這樣 那裡面的議題都是韓國的問題這樣 包括戰爭啊南美韓的問題 所以這些要怎麼辦的話才能變成一個 那可能郭劉浩最近拍的那個水波 對水波列車應該是那樣的一個嘗試嗎 不過那個在韓國也票幫不夠好 對沒有那麼好 在美國也是沒有那麼的 所以是還在公訴的應該是要 那至於台灣為什麼沒有呢 是鄭老師也剛才有談到 應該也如果有機會的話 應該也可以很多層面接入這個問題 依照各位有在現場的人 那因為我們剛剛先到說前面有編號 那我們剛剛已經用那個手機的APP 亂數抽籤抽了五位民眾這樣子 那待會我唸到姓名的民眾可以 到前臺我們會請老師就是 贈送給大家那個 我們的文學祭的紀念品是 就是布書儀 林喜雀 張景祥 黃文生 蕭嘉鴻 謝俊峰 有念到名字的就是可以到台前來 來 三 二 二 二 OK 這邊 三 OK 謝謝 三 二 二 二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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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謝謝